受到碳樹颱風北上影響 新北市淡水出現了七級震風 還夾帶豪雨 而今天震風大潮 長浪一波波將海水拍打上岸 造成了淡水老街局部淹水 老街假日也不見人潮 店家紛紛拉下了鐵門休息 但是岸邊還是有一些人在光浪 就怕發生危險 消防隊員帶著救災裝備 加強巡邏 而在強盡風勢的影響之下 浪一陣一陣的往老街上打 也一度造成有淹水的情勢 新北淡水出現七級震風 颱風天適逢大潮 今年都還沒淹水的淡水 老街被浪潮侵襲 不只發布海上警報 陸上警報更是新北兩年來第一次 即使是假日下午 老街也只見三三兩兩的人 店家沒生意可做 其實情況沒人啊 對啊 就我現在在手店 上午有一些人 然後後面就沒什麼人 再來了 因為後面雨就越下越大 然後大家也都走差不多了 大部分店家不是拉下鐵門 就是準備提早打烊 有的堆沙包 有的把椅子堆高放 就連最知名的阿給都沒開 但遊客還是很有興趣 來 走走掛掛 不會擔心說颱風遠大嗎 不會 我們也是從新章跑過來這邊 感受一下颱風天的感覺 太久沒感受了 民眾千里迢迢來關颱風浪潮 雖然岸邊都拉上封鎖線不能往前靠近 但還是有可能發生危險 消防隊不敢大意帶上裝備加強巡邏 我們目前從昨天開始陸續就有在做一些防臺準備的工作 然後因應淡水 淡水區中午風雨開始加大 所以我們有偵派那個河邊岸邊巡邏的 然後同樣就攜帶一些輕便那個就在裝備 隨著燦數颱風腳步逐漸離開 但風雨持續影響防臺準備不可鬆懈 就聽人家傳集會SNG小組新北場報導